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要跟同学谈什么呢 基本的摄影概念 几乎大概都跟同学分享完了 我们也利用了非常多的案例 让同学了解说 你可以怎么样去拍摄一张好的照片 那以下两个单元 我们希望跟同学分享的是 那你拥有了很多的好照片 你想要去做分享 那你会希望把它变成一支 具有流串性的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的编辑 我们有非常多的软体 那这边就用非常简单的软体 来跟同学分享 这个简单的制作方式 那我们这个单元定名为 静态影像编辑影片与分享 好 以下呢我们先跟同学谈一谈 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们都知道市售有非常多 编写动静态影片的剪辑软体 那同学手上可能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用两个软体来跟同学完成 一个是Sony的Vegas Pro 9的部分 一个是这个 TMPG ENC 4.0 这样子两个软体 那为什么会用两个软体 大概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性 那我们会期望什么 期望说同学你既然拍出很好的照片 那我可不可以减比较好的高品质的一个格式出来 所以最主要这个单元就是传递说 我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制作一个稍微高品质的一支影片出现 好 那这个课程主要是介绍Vegas的剪辑软体 那希望在这堂课以后呢 同学可以借由这套软体整合各项媒材 那完成一个影片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 你用数位相机 也有一个影片功能 拍摄的影片跟照片都可以加进去 那来协助完成这个同学 再做一份期末报告的一个陈述 你可以去把它编载成一支动听的故事 好 一支动听的故事 好 那当然 呃 在做这个 尤其是这个 我影片完了以后 我要加入声音 好 那声音可能 呃 你也需要一些声音的剪辑软体 好 去做一个前置后置的一个动作 好 那当然你也不见得要去 这个呃 使用其他的软体做音乐的剪辑 好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套软体里面完成 好 好 那课后同学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问题 好 可以在对照本次的这个课程内容上面 好 重复的做修正 好 那你如果是对这方面有非常多兴趣的话 好 在课程结尾的地方也有很多相关的网站 可以提供同学前往这个阅读跟进修 那其实现在的数位环境里面 大家爬文爬的很凶 好 你也可以借由爬文的方式 了解很多的info 好 好 那你在家里要准备什么呢 好 一般来说 好 你可以准备好你的素材 比如说你的照片 好 你的照片 那你的这个 呃 你的照片 你的这个影片 好 等等 那我们希望同学准备的照片是最少是720480的 好 720dpi的这个图片 好 那当然 呃 越好的照片 好 当然就越好 那有的时候你拍照片的时候可能 一开始就很清楚说哎 你要去做一个这个宽荧幕16比9的这个影片出来好 那你可能在一开始的影片格式调校的时候好你就要去做到好那不然你就只能这个后置的时候好再加上这个背景好再加上背景的方式 不然你每一张照片出来的时候是左边右边被截取掉好那这个也是提醒同学好呃 一般来说你要准备素材的话你可以用这个photoshop好你可以用photoshop然后呃photoshop把图片设定在你想要的范围里面好 然后去做一个呃照片的一个呃基础的编辑好那把照片基础编辑完了以后好你再把它丢进去你的影片 需求里面好那你在准备素材的时候好最好不要让他呃太突外框好那这样子的话好不会把呃重要的东西给压掉好这个也是同学要注意的好再过来我们再谈那个第二套软体来讲好这套软体也有一些还不错的这个呃做法好跟格式好那口头学也可以去呃利用他来去做一些辅助压缩的一个动作 好那声音的素材很多对Vegas来说他支援大部分市面上的很多种格式好那呃呃也可以做很多搭配使用然后调教出一个一些更细微的声音好 好如果说同学使用了一些别人的基本资讯的话你要呃呃贴文字来做一些说明 好那素材的准备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好尽量属于是自己创作的好那如果是借着他人的思考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达好来做另行创作的一个动作如果有必要的话尽量利用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好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应该事先获得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好非盈利教育目的的一个利用 好呃方可合理的使用他人的一个制作OK尽量利用非商业性质的好而且不是在发行中的他人著作好应该尽量利用他人著作中的非精华的部分OK 这样的考量呢仅仅仅于合理范围的利用好用的越少越好好不得造成该著作潜在市场跟现在价值的无利影响如果不愿意承担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应该事先寻求授权好这一页好最先给同学知道不要同学做了半天的影片以后侵犯到别人的著作权法好好 那我们一开始你必须要去做这个片头好那片头你在这个影片里面制作一开始制作也可以你也可以事先用Photoshop来制作你的片头好然后你必须要去抓到你的背景音乐相关的一些讯息那我们以下好跟同学谈的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些场景特效啦我要把照片怎么样贴上去啊好我们都是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来 跟同学做一个分享好那同学可以配合影片的需要制作出多页内容的一个片头好去做一个变换好然后这个主题影片好去头去尾好去头结尾好一定要有好不要让人家非常突兀的进入你的影片里面好那呃声音的部分好你要尽量是容易修剪的声音然后不会太乱的好那要去做 音量的调整好音量的调整好文字的部分好有六项内容好包括媒体产生器文字编辑位置内容特效后续我们都会跟同学分享好短长特效视讯特效好这也是同学可以利用在每一张照片转换的一个过程中好我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好片尾的制作好一样跟片头一样好会有一些字幕告诉你说我这次影片讲完了话讲完了好那输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格式的压制好后面也一并跟同学说好最下面很重要的是YouTube好那为什么呢啊我们会希望说同学制作完影片以后好你不是把它封存在家里面好而是上传网路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去做一个分享 那你利用YouTube这样子一个网路平台好其实可以做到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动作好也是不错的好那YouTube的档案格式很多好那YouTube的格式其实他们也一直都在进步里面好那我们后续也可以跟同学看一看好然后这个当然在过程中好你要去做一个好的环境建构好那让你的影片达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有一些必要的条件好啊这个是提供给同学的一个网路资源好同学可以做参考好所以呢我们整个实务操作呢是以照片编辑成为影音创流的方式为一个目标好那我们希望同学是HD的格式上传到YouTube的网路平台作为标准来跟同学说明好那当然可以压制成为各种档案格式了好好利用两头 三套软体的编辑方式处理那我们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叫交给同学好当然里面有非常多复杂的一些东西同学后续可以自己再去玩乐他好那以下我们就开始跟同学做这个静态影像编辑影片跟分享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操作的一个实物好先讲解到这边好以下我们大家一起往下看好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们开始来跟同学解说这个Vegas的一个制作过程那一开始打开这个程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那一开始当然你要去设定你的一个格式在这边New的地方这边有一些基本的格式设定同学可以依照自己的一个要求去选择自己想要设定的一个内容当你设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画面分成几个部分分成三个部分那这个就是 是你等一下编辑的一个区域这边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区域这边是你制作的一些manning的一个地方好那首先呢同学需要准备好需要准备一个资料夹好把你想要放的这个资讯好把你想要放的资讯都丢进去那现在我的资讯里面丢了几张照片跟一支影片好那等一下这个是我们要用的一个部分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就讲说 请你先做一个片头好那片头你可以用Photoshop先做好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进入软体的时候再去做那这边有一些简单的功能好你可以去切换知道自己的这个呃这个硬碟里面的一个资讯好或者是这个转场的一个资讯好或者是一个一个视讯的一个改变好那通常来讲好这边就有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抬头可以让你去做一个制作的一个动作 我们先来做一个图腾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抓下来就可以了看到他给我的一些information好那我就可以去做任何的一个改变好那这个是同学也是在格式上面的一个设定内容好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改变再过来呢哎我放一点文抓一个文字下来他不能放在一起嘛对不对好他不能放在一起哎你可以看到哦我抓一个文字下来我可以点这个地方那我可以去做编辑好我的编辑我可以打一二三好你会发现我打完一二三 完了以后哎有没有没看到了好所以是谁叠谁谁叠谁的关系上面有文字了有没有好好那我再把它杀掉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换了另外一块下来哎这个就告诉你说我一二三好我一样打一二三哎你会发现什么我底下不见了因为他的底图是黑色好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你都是可以在你的软体里面去改变的我们就不说太多好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打 一二三好好这是我的标题我标题出来了好来我们来把它放大怎么放大滚能往上移动你就可以看到他做了几秒钟的时间好好那你可以把它拉到最前面好从头开始播放一二三有没有出来了好所以他大概就是哎十秒的十秒的一个时间好十秒的时间来让你做片头你也可以去缩短他好那当然这张这个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去放别的东西 比如说好我今天把我的照片放进来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好我也可以把我的照片放进来也可以好那当然这个文字的部分我也可以去做部分的一个移动好我也可以去做一个位置的移动有没有好我也可以去做位置的移动好那所以其实这套软体好蛮好玩的就是说哎其实他还蛮好做的还蛮好做的好那同学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好我做完了我做完了一个标题以后 如果说接下来我要丢照片好那你可以把你的照片选取全部一起丢进来好你可以把你的照片选取一起丢进来好那这就完成丢照片的动作了好好来我们来play看看好我们来play看看好标题完了以后开始进入你的照片好开始进入你的照片好开始进入你的照片有没有好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我就播放然后每一张照片丢进去设定是五秒钟你也可以去重新设定他去拉长 他的时间好好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照片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过去好我觉得不好看了好啊同学都很喜欢做场景的一个转换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各种不同的场景的转换方式好比如说好我现在选择这一个我把它拉进去拉进去拉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开来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画面好那你也可以去做调教好你也可以去做调教好你就会发现这边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形式 好好我们把油标放在这里play看看好你就可以发现他有做场景的转换了对不对好有做场景的转换了好当然我可以在每一张照片加上任何的这个文字叙述好都可以加上任何的文字叙述好这个时候你说老师我只要单一种场景好我全部选起来好我全部选起来好从这一点选到最后面这一点好我全部用单一场景我全部选完 照片以后我丢进任何一个框框里面好完了以后我会发现我所有的场景都是一样的好来我们来看看好有没有好那我这样子就会完成了好哎OK我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影像的一个编辑然后再加入一些文字的一个变换好我再加入文字的变换或者是特殊效能的一个变换好好这个时候我又可以去加任何的文字好任何的文字好你要加文字的时候一样好我一样好在这边 我再打一些不一样的文字进去好那我会发现什么好又是跟刚刚一样的状况有没有好我的文字一样出不来有没有好同样的我如果把它往下拉的话你可以发现文字又出现了好然后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好你就可以去移动你的文字好当然你也可以去设定文字的大小好你可以去设定文字的基本的格式大小字体等等好那这样子一支影片好你就要注意说 哎他上下之间对位的一个关系好我要去丢音乐好所以我要去去寻找一个音乐档好那不要忘记好音乐通常来讲我们会有一些呃制作权法的一个问题好同学也是要注意的好这个时候呢我就丢了一个音乐进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音轨好那一般呢丢音乐进来的时候同学不要忘记好一开始走进来的音乐要小声一点好所以这边 你可以拉吧你可以拉吧去做一点不同的调教你可以去拉他好让他音乐进来的时候是小声一点点的好所以同学可以看看好有没有好我音乐进来了好这个时候你阿姨在小声前前好我进来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要去看我这个音乐跟影片的搭配好到底好不好到底准不准好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那如果说 好如果说哎我今天音乐到这边我要停止了我要换另外一段音乐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要去做切掉他的工作好按一个S有没有好他就直接去帮你切断了好按一个键盘上面的S他就可以去帮你切断可以去做一个托移好那你不想要这个状况的话你再去把它做一个回复好好那切掉有什么好处呢好比如说好我今天在这张照片的这个点的时候好我想要切掉好我切掉 切掉切掉以后我并不是想说哎我这个照片好呃我这个音乐就此停止好我可能只是要做一个声音大小的变换好声音大小的变换所以我就可以去拉动他好我就可以去拉动他好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笑 哦有没有大声小声声音之间的一个变换好那当然我这支这支这个音乐这么长好我可不可以直接让他缩短可以啊我就拉回去就好了好拉到哪里他就断在哪里好你也不用去管他然后再去做后面后面这个的调教的部分有没有好你再去做后面的这个调教的 好我把它全部搬移到下面来好然后让他乖乖的叠在一起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文字有没有好我的抬头有了好我的照片有了然后我有场景的变换好过来了以后呢我把它拉到后面好这个时候呢我想要把我刚刚的那支影片放进来一样好我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我可以把一支影片放进来 好那影片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影像一个是声音好他会有两轨好那你当然也可以把任何一轨杀掉譬如说我只想要保留这个影像或声音好我都可以把任何一轨给拉掉好那同样的在这个声音跟背景音乐一叠之下可能效果不好那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把油标对齐了以后 我把油标对到这里以后我直接把这个声音剪断我把油标对齐了以后我直接把声音剪断我把它拿掉好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呢好这边出来了以后就是直接是直接是他的声音好直接是他的声音来我们来看好就开始 好你也可以说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叠在一起可是我做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可以你就是把背景音乐整个减小有没有我把背景音乐整个减小来看看我把背景音乐整个减小我还可不可以做不同的拉动当然都可以我可以把它全部减小所以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效果因为我们让这个断点可以 好这支影片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尾巴好我们就算完成了好我们就算完成了好完成了以后我怎么处理好完成了以后我怎么处理好当然就是储存的一个动作好那储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存成VIGAS的档案好这个东西是保留你后续可以再做变更的一个动作好 RenderS好RenderS好RenderS好我要开始去做我的档案好那因为我们是希望它是一个HD的格式好所以我这边设定的通常是MPEG2好它可以M2B好M2T这样子各种模式好我存成一个档案我一样打123好我把它存在桌面上好呃这个时候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当然也可以做去做一个调动的动作好好那你就去做储存好你就去做储存好 好储存以前呢我会跟同学分享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好这个影片有没有他的上下是黑白的有没有好他是满的有没有好那这个东西会不会不好看会不好看不好看怎么办一样好你可以去做一点不同的一个 呃东西的一个 好变化好比如说我把底涂 好我把底涂去做了一点不一样的颜色好好我去让放放他一个底涂有没有好 好那颜色就出来了那你也可以去加文字好所以这个同学可以自己去做啊让你的画面更完整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拍摄的格式上面的一个差异性有没有好有的时候你丢照片进去的时候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好所以你也可以试图着说哎我今天再把它丢一点东西进来好好我再把它丢一点东西进来那我可能照片如果有一些空白的位置 他就会被一些色块给填满了好好那回到我们刚刚好我今天就要开始好我今天就要开始去做一个任何的动作好 好那他在跑的过程你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你档案的一些基本资讯好这边你可以看到你这支影片好我用了四十四十九 好四十九秒的一个时间好来建构这支影片好那这个是影片的总长度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好因为各位同学因为权限的关系好YouTube在上传影片的时候他有一个规格的基本限制好这个部分同学自己要去YouTube看一下因为每一个人权限不一样好呃他有时间的限制有档案大小容量的一个限制好那这个是你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部分 好现在已经跑到87了好那很快的我们这支影片就可以把它跑完好好好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影片跑完了你可以直接按close或者是你看一看好看一看你的结果是什么好好那因为我们呃其实也蛮确定说这个影片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简单制作所以我直接把它关掉 好好那呃这个软体好基本上是我方便在做一个上传YouTube的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转档制作的一个软体好那我自己觉得其实很简单而且很好用好那你开新软体然后做添加文件的动作好那添加文件我刚刚是这个档0123所以我就把它开起来了好这个时候软体就进来了好软体就进来了好软体就进来了 好这个时候软体就进来了然后告诉你说哦这是你的好这是你刚刚的那支影片好我要不要去做一个剪接好那基本上我的影片刚刚已经做完了所以我不在这里做剪接当然同学你也可以直接好直接把你的一些呃媒体资讯直接丢到这个软体来制作这也是可行的好那这个我想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了好所以底下也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 呃剪接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编辑工作好那你也可以好你也你也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这边去做 好那这支影片完了以后接下来我剪辑我就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经做完了好那最重要是滤镜好你要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滤镜的一个调校好那呃我自己的习惯上面好因为我已经好我已经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滤镜了好所以好这边你会有一些编辑表好你可以去 取决好那你也可以自己去制作你自己的一个模板好那基本上呃我是习惯性的自己做了一个模板丢好那好我去选择滤镜滤镜完了以后好我做完了以后接下来我就按确定好我按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又回到这个画面这是我的影片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他说我要上传什么格式好我要上传什么国格式然后呢这边也有很多格式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同样的我自己也去做了一个我自己的模板好我也做了一个模板叫做输出YouTube的模板好然后我一样把它打开来所以我就不用再去做太多太多的一个变更那我这个模板设计的是我要HD的格式好好那我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去做模板设定的好完了以后呢我开始去做一个编写的工作好编写的出来以后他问你说你要存在哪里好 好那你可以去做不同的一个浏览好你可以去决定你要存在什么地方什么党名然后呢你就去把它开始做编码的动作好那当他编辑完了以后这支影片就完成了好那我们最后面就是告诉同学说哎那你就可以开始上传做一个YouTube的动作好那当你打开YouTube的时候你当然要先去申请账号 好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上传的动作好那你就可以开始好从你的档案里面好去选择上传的一个内容好那刚刚那个档案跑太久了好我就随便拿一个档案好把它丢进去好我们有一个小狗打呼的好好我就上传上去的以后我这边标题可以重新设计 说明可以重新设计标签可以重新设计好一般来讲呢在我们课程上面的要求我们会请同学好去做这个标签的部分好标签的部分请你放上中华科技大学 请你放上你的名字学好老师的姓名等等那方便什么方便未来再做搜寻利用右手边这边请你去选择类别好请你去选择类别那我刚上传是一个娱乐信所以我可以选择娱乐好然后再过来做储存变更的动作他就可以完成上传的一个动作了好他就可以完成上传的动作好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自己电脑在跑了好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好我们也可以看 看一看老师现在目前来讲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一个内容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好譬如说好我今天有这支影片好这支影片你就可以发现说他在这边好他在这边有一些格式上面好不同的一个设定有没有好他在这边会有格式上面不同的设定那你可以去呈现一个比较高画质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单元呢大概整个 剪辑跟上传的一个动作就跟同学大概分享到这边好那希望同学在做影片编辑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还不错的创意尤其是音乐跟影片之间故事流传性的一个搭配好你要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剪辑的时候可以让你的成果更为丰硕一些更完整的去解说你的照片内涵上面想要呈现的一个故事流传的一个意义 所以请同学开始去学会做导演去编写一个脚本好谢谢大家